歡迎今次司法機構的安排 也都藉此提醒所有公眾人士 將來如果進入法庭去聆聽一些審訊過程當中 千萬應該要關掉自己的所有電子器材 包括電話 也都不要再進行任何的拍照 以確保我們那個司法的審訊是能夠不受干擾地進行 那看看大家就這方面有沒有什麼的提案 我想可能是有些不便 就是引領人類可能是有些類似的事 都會推出一些最新的層次 其實我就不認為會構成什麼的不便 事實上我覺得作為司法界一份子 我覺得都應該要向公眾做些教育 就是法庭就不是玩玩的地方 事實上審訊是很重要 不能夠在過程裏面受到任何干擾 所以應該再三透過今次的實務守則 可以向公眾釋出一個訊息 就是不應該在法庭裏面進行任何的拍攝 或者使用一些電子器材 其實過去我也覺得應該是要告訴公眾這個情況 直至今天現在因為過去我們看到 最近因為這樣而產生藐視法庭的案件入了罪 我覺得司法機構都是應該因為這樣 希望透過實務守則再三提醒公眾 加強這方面的安排 我覺得其實是合理的 請問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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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否的訊息 不是訊息 我們有些遍遇現方式 人們用電子 或者拍摹盪 經驗 可見公眾 。 fascinating obody should actually attempt to disturb the cause of the hearing。 I think this is of prime importance. and I don't think that new practice direction would 不可能会 cause any sort of inconvenience to the public On the contrary, I do believe that this time the judiciary by offering the new practice direction they could actually educate the public that nobody should actually disturb the cost of the hearing Okay, thank you